球迷感受到另一种的这种氛围 当然作为球员来说 在这个出场仪式的过程当中 肾上腺素一定是往上飙升 是的 来看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的一个情况 我们先来看看山东泰山这边 门将位上是韩荣泽 后方线上三中位 郑中 石科和贾德松 两个异位是吉祥以及宋龙 中场方面有孙准浩威 赛斯以及陈伯 封线上则是德尔加多来搭配郭田宇 在替补席上我们也是可以看到 新元方面就是费南多 再一个外元就是费莱尼 其他的一些还有就是黄振宇 像同类今天是打不了 李源一也没有进入到名单 今天的主裁判是马宁 此前他执法泰山队的比赛 十胜九平五负 执法三阵的比赛 两胜一平一负 第四官员是傅明 VAR裁判则是王迪和唐顺奇 再来看看武汉三阵这边的一个首发的情况 门将位上是刘殿座 后方线上同样三中位的体系 高准一 刘玉铭和华莱士的三中位 两个一位是邓涵文和谢鹏飞 中场方面 罗马尼亚国角斯坦秋来搭配何超 封线上新元阿奇兹雅库布 身侧则是戴维森以及韦世豪 双方都是类似于三中位的体系 对 随着马尼的一声哨响 由秘固视频和易东高清 为您带来的 2023中国左右协会超级杯决赛 武汉三镇对阵山东泰山的比赛的上半场 已经开始了 相对来说可能在浙江待的时间长一些 我们先来看这一次的进攻在左侧 那些之后船中到中路 因为红牌本来就停一场 然后再加上这个追加的 机会到三角 起球 投球 抽签了 阿奇兹雅库布 阿奇兹雅库布 投球破关 突得很坚决 很坚决 三人当中 突出来 戴维森带走一个防守队员以后呢 突然之间感觉 面前是有这样一条线路 没错 但是绝对是需要有速度 有对于球的这种控制的能力 没错 都是需要不断地去完善和提高的 是 他这现在这个特点 有点和卡拉斯科打意味有点像 这是机会 球床啊 陈伯 还有 往中路扫 这个球被刘远座扑了一下 过成功以后呢 是不是有可能也能造一个点 没错 对吧 这次转的也还可以 还是北少 一对一面的贾迦松 两个四号的对决 走外线 直接打门 三镇啊 他们前面这几个外人 位置蛮活的 对 好球啊 好球 漂亮 这个球是个黄牌啊 上的时机稍微偏晚 而且我们提到过 邓涵文除了有身体以外 速度其实挺快 是 对 是很现代的这种踢法 他也算是年少臣民的 一定要跟上 哎 哎 可以失误了 谢风飞比较球稳打一脚 第一下没打 再往里走呢 这一脚打得有点牵强 左脚往里走 外围对签还有 这个就可能是默契方面 对啊 这俩 估计没完了 没完了 哎 但是这华莱士这黄牌一吃啊 稍微的可能会在后面的对决当中 有一些 影响 对 你这个动作的幅度 慢慢长 接近尾声了 40分钟 好的 转后面 华莱士 坦丘这个脚法 确实是挺固定的 是的 斯坦丘其实他在欧战的时候 咱们也解释过 来看 坦丘直接打一脚 稍稍高出 质量还是挺高的 距离上是很近的 哎 所以他这个原地发力 是做得非常充分 嗯 这个球还真的就是兜着死角去 真正提起来变化太多了 是 机会 就是冲哦 哎 卡龙泽还行 就站回去了 现在两个边是孙博文和 刘明冰 陈璞是前腰了 对 陈璞前腰了 对吧 贝莱尼是中锋 现在这么提 好球 打了 打了 清楚 谢鹏飞 一下突呢 就挺有威胁的 是的 在受阻以后啊 斯坦丘这一下 嗯 这个球其实 阿奇兹也有侧动啊 对吧 他做给 一停 最后脚腕呢 是做了一个变现 是 而且呢 有所控制 打一个反脚 对 分量并不大 嗯 就是让韩鲁泽挺难受的 对 然后这小球 虽然空档很大 但是你这个提前量 跟这个分量的掌控 有可能产生的突破口 嗯 魏冰冰 魏冰冰往里挤 好的 抢了高准毅的身前 再往中路走 但是船中的速度不够 因为时间还比较多 前点的定位球 来 你顶出来 外围直接打 哇 魏士豪 这脚球打的呦 再套一下 是 稍微还是要打的 有一些基础的东西 没错 魏冰赛斯 给的不错呀 打门 又倒地 刘洋 但是这一个碰撞 看看 你有套路啊 其实效果要好 球没挺好 嗯 这球如果停在右脚位的话 就像 谢鹏飞那脚 对吧 一停马上就打 但有可能这个 憋一下 憋一下挺严重 这个右脚 刘洋 尖路突 下地传中 机会 打他们 赛普 刘殿做立功了 哎呦 这球怎么就打得这么震 我们看 哦 前面蹭了一下 对吧 华莱士帮到 导致刘一鸣这边呢 可能这个落点 是哥的打球 打长的 这一下来 可以 刘一鸣 第一波 看王瞳的传中质量 我抢身前了 还可以不错的 这个球 非来你 你看他冲起来这种枪 针前 对吧 很有经验 嗯 好球 机会 跌一脚 凌空往中间走 哎 喝啊 哇 这个错误犯得蛮低级的 刘病病 哎呦 蛮低级的错误 这个刘殿做怎么开大脚 开在泰山球员身上了 嗯 这个是对于守门员来说绝对绝对不应该出现的这种失误 巨大巨大的失误 而且分领先 而且分领先 找什么急 而且还没愿位 这个球最后高准毅拖了 对 高准毅其实他很 很惊的 你看高准毅马上回头就问愿不愿位 但实际上没有 这个都想不到的 啊 谁拖在后面都是这个正常的 正常的 是的 还看啊 刘殿座还稍微往后 往后一点 对 对吧 他脚在前面 对 得看 哎呦 这个脚 对 就看脚的话是愿位的 是 因为这个场景下不能以高准毅为那个线了 得以刘殿座 他不是倒数第二个了 对 要以刘殿座为最后一个防守球员 倒数第二个防守球员 那有可能要吹出来了 要吹出来 下来看 愿位了 愿位了 好运气 好运气 哦 这个 离地了 人已经离地了 孙准浩 人离地了就看这个动作脚伸没伸直 如果伸直的话 那这个红牌是没问题的 是 对吧 对 哦 那这个红牌没问题 红牌没问题 对吧 人离地 脚伸直 往脚外 还前点 威胁不大 这样的话最终全场比赛结束了 武汉三镇2比0 战胜了山东泰山 拿下了2023中国投球协会超级杯的冠军 这也是武汉三镇第一次达到这个奖项 应该是人行 对 特别队长来举起奖杯 好的 我们恭喜武汉三镇队得得2023中国投球协会超级杯的冠军 恭喜武汉三镇 武汉三镇在连续赢下中以中甲中超冠军之后 在今天又是拿下了超级杯的冠军 恭喜他们